大家好,我是喵小姐 今天到了我们打这个军营的时候了 上一次发现呢 来不及 然后上次最后也没有把话题说完嘛 这是托勒米王朝的 所以我们就一边打一边 一边打一边讲 看起来不太好打 我们开始说吧 上次有说过埃及是怎么传王位的 托勒米二世跟瑟琳斯的公主专门婚事 显然并不符合埃及的传统 所以阿尔西诺伊一世 就被以谋杀丈夫的罪名流放了 非常的倒霉 最后她就与她自己的姐姐阿尔西诺伊二世结婚了 虽然不爱打但托勒米二世还是跟瑟琳斯 就是现在的训练亚伊朗那个区域打了两次 因此签下协议将自己的女儿 贝拉尼基架到赛留古帝国去 托勒米二世去世后 托勒米三世继位 刚进外不幸的消息就从赛留古那传来 贝拉尼基在赛留古的王位继承分争中 与她的四孙儿子一同遭到毒杀 托勒米三世为了报仇发动了叙利亚战争 第三次的叙利亚战争 比她老爸强多了 她痛打了赛留古帝国 占领了首都安条克 赛留古国王最后虽然保住了他的王位 但几乎整个沿海地区都被埃及占去了 另一方面 托勒米三世没有这么崇尚希腊文化 他让埃及人更大程度的保有自己的信仰 王国文化也逐渐偏向埃及在地的传统 托勒米三世之后 敬畏的是他的女儿阿尔西诺伊三世 和他的儿子托勒米四世 数字已经看得越来越大了 或许是在船尾的过程中有些不愉快 四世上任之后 就杀了他们啊 还有几个兄弟 和一大堆的亲戚 他只听他喜欢的人说的话 沉迷祥乐 虽然他的大臣还是帮他打赢了 第四次的叙利亚战争 但埃及的国力早已大不如前 阿尔西诺伊三世生下托勒米五世 后他的老公就不再理他了 但他很有人气 在老公死后 他遭到两名大臣谋杀 大臣们推举当时才五岁的托勒米五世继位 并取得射战权 埃及安 因为阿尔西诺伊三世被杀不爽 就叛乱了 叛乱经过了两年 不得已之下 两名下手的大臣被叛了死罪 被叛乱的暴民凌冽致死 我还没死 之前打输的赛琉谷见这个大好机会 就联合了马其顿 开始入侵埃及海外的领地 爆发了第五次叙利亚战争 埃及输得一塌糊涂 衰退大量的土地 只能开始寻求新崛起的罗马帝国保护 长年整战 衰负沉重 造成A级原住民 对于希腊来的托勒米政府 不满逐渐的升高 境内爆发了更多的叛乱 军队被迫调回平地内乱 托勒米五世接受了放弃土地 并娶赛琉谷公主 克里奥佩托拉一世的条件 结束了第五次叙利亚战争 这两个人生下了一女二子 托勒米五世年纪轻轻轻就遭到了刺杀 她的女儿克里奥佩托拉二世 跟托勒米六世结婚 并继承了王会 但他们都是小孩子 克里奥佩托拉一世 成为摄政太后统治埃及 托勒米五世年纪轻轻 就遭到人家刺杀了 不要再走了 停下来 停下你的脚步 他的女儿克里奥佩托拉二世 还有她儿子托勒米六世结婚 并继承王位 但他们都还是小孩子 克里奥佩托拉一世 就成为了摄政太后统治埃及 让埃及获得了短正的平静 她挡下了内部主战派的压力 同时也拒绝了当娘家在埃及的代理人 并保持了跟罗马良好的关系 厉害女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跟上那么多事 这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 克里奥佩托拉一世驾崩 托勒米六世有跟赛琉谷打了起来 这已经是第六次的叙利亚战争了 数字越来越大 头都要昏了 埃及大人是打不赢 只好跟罗马去求救 赶在首都亚历山大被围攻之前 罗马成功让赛琉谷退兵 下一任法老师托勒米八世 那七世呢? 七世是六世的儿子 曾经跟他父亲一起短暂的治理国家 在他的父亲战死之后 他就被他的叔叔 也就剩八世给谋杀了 这情就要回说到更早之前 第六次叙利亚战争开始前 八世的支持者 推举他跟他哥六世 还有他姐克里奥佩托拉二世一起共治 而这样三王的共治并没有非常成功 当埃及战败六世跟赛琉谷签下条约 八世并不同意这条约 他否认了这条约 自己撑王然后继续战争 赛琉谷因此支持六世重回埃及王位 成功后 两兄弟和解 重新一致对外 不过之前留下的不愉患 却记在心中 每隔几年 八世再次发动政变 赶走了六世跟他老婆 没想到自己却不受到人民欢迎 而被放逐 他对此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满 虽然六世回来之后 在罗马人的调节下 六世分到了埃及跟塞浦勒斯 八世分到了西兰尼地区 但他还是想要塞浦勒斯 多次向罗马人的元老院抗议这个结果 但是罗马人都不理他 在西兰前156年左右 他就遭到刺杀 但是幸运的 他保住了一命 他认为是哥拉派人杀他了 所以他就再去元老院抗议 这次元老院重新决定 将塞浦勒斯给了八世 六世当然不服啊 于是他们就再打了起来 八世这次战败被俘虏了 六世饶了他一命 让他回到西尼兰 并答应将女儿嫁给他 在后来的战争中 六世不幸的战死了 八世就娶了他的遗孀 克里奥佩托拉二世 并且在婚礼当天 罗杀了先王 跟他现在老婆的孩子 托勒米七世 真不知道为什么克里奥佩托拉二世 愿意跟谋杀自己孩子的人结婚 八世这样的行为 跟各种同志而不利 人民的不满 什么 没有问题啦 别吓我 人民的不满逐渐升高 人民想念六世 这件事情 让八世非常生气 他处死或流放所有反对他的人 最后也变成了一场大屠杀 最后他有跟六世的女儿 就是原本答应好的 克里奥佩托拉三世结婚 这样子就同时出现了两位王后 重新建立了三王公之 但再次化王后不满了 这王后克里奥佩托拉二世 跟托拉米八世打了起来 八世带着新王后逃走 同时杀了另一个克里奥佩托拉二世的儿子 肢解 然后送给二世当礼物 这个举动引爆了全面的战争 雅历山大岛的市民支持了助王后 其他地方的城市支持国王 虽然助王后请求赛琉谷帝国来帮忙 但赛琉谷国王却早早的战败 救王后只好逃出雅历山大岗 去开设她的流亡生涯 几年后 巴士成功的跟救王后达成和解 非常令人惊讶地达成了和解 救王后回来一起统治埃及 巴士真的很贱 用和解都给他和解就好了 后来他纳事了人民 缓解了政府跟人民的冲突 结果还是顺利利尔给他当到死 他死后在人民的要求下 新王后克里奥佩托拉三世 把王位给了托勒密九世 但王后喜欢的 是他的弟弟 十世 看起来又是一个斗争的节奏 九世和十世的斗争过程 并不是太清楚 资料都蛮模糊的 只知道他们有控制 有轮流制 都跟克里奥佩托拉五世 也就是他们的妹妹结婚 当然是轮流的结婚 很可能生下了十一世的托勒密 跟三世的贝勒尼基 贝勒尼基 三世在托勒密九世跟十世 死后短暂单独的统治埃及六个月 这个六个月而生仇人民的喜爱 他不愿嫁给托勒密十一世 大人被迫结婚了 后后十一天 才遭托勒密十一世伤害 人民为此暴动 杀了托勒密十一世 看了这么多事 整个托勒密王朝 感觉就是一直差不多循环这样的剧情 然后 欸!你怎么回都了? 你不是要怎么进去吗? 然后 永远不会进行教训 这也让他们沦落成为罗马的保护国 接下来的十二世统治期间 埃及各种事情 都由罗马来种彩了 十二世生下了十三世 然后生下了克里奥佩托拉七世 也都是鼎鼎有名的埃及殿后 十二世这个国王是一个 亲善怕恶的国王 他对人民十分残暴 但对强大的罗马 卑躬屈膝 从天享乐 他最爱催堤子了 还会参加宫廷各种音乐比赛 得到催堤舍的称号 奢侈烂灰的生活 靠着对人民的重税来维持 面对罗马的入侵 托拉密二世 什么都没有做 而没找到再次暴走 首要是赶紧投到老大哥 罗马那边寻求庇护 留下了女儿贝勒林吉四世来通知 贝勒林吉四世跟他老爸一样 他喜欢时尚 喜欢珠宝 喜欢办宴会 面对百姓他十分的凶恶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他也不愿意受教育 甚至不会说埃及的语言 不过他就是一个大正名 正说他要找一个老公 跟他一起治理国家 但他并不愿意 他将运计跟他结婚的赛勒国王 德斯 然后继续当单独的女王 十二世在罗马得到支援 带兵回到埃及时 砍了这个女儿的头 重回到王位 并让埃及艳后跟他共治 为了夺回王位 十二世跟罗马借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而埃及的王室 已经没有办法还这个钱了 他只好发行大量的货币 直接来还债 这就会导致埃及通膨 通膨了两倍 他死后在罗马人的见证下 把位子留给了女儿 埃及恩后 还有他的儿子托勒米十三世 就像我已经很接近喜门兔的时代了 为了避免不小心剧透后面的剧情 所以再下去 我们就跟拜合一起体验吧 那我们这期就差不多到这儿 撤退啦 分享出去 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和直播喔 还有FB的粉丝团跟LINE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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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